別針在固定之前 我們要先拿一條金屬線 來大概10至15公分都沒有關係 因為剩下我們再把它剪掉就好 那我們把這個別針打開來 有這個別針的這個 算是它的這個 我們在佩戴的時候的這一面 另外那一面是要跟我們的胸針結合的那一面 我們由佩戴的這一面 將金屬線穿進去兩個洞 穿過這個別針 然後再將這個別針 我們回穿一次補強 我們回穿一次補強 再倒次 然後將這兩條線抓緊 我們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個線 不要讓它太鬆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兩條線的根部抓緊 轉三圈 可以稍微做個東西 好 那現在我們要把這個別針固定上來 那記得我佩戴的時候 我這個我是要讓它這個花的再上 羽毛再下 所以我在記得這個位置 它就是要這個方向 你要考慮到你佩戴的那個角度的方向的問題 好 那只是因為它只是你在佩戴的時候的那個 如果你是右撇子 你可以先比一下你將它佩戴的那個角度是怎樣 那為了讓我們的這個別針比較容易固定在這個胸針上 所以我們用個工具 你平口前 那個尖嘴前都可以 把這個差不多別針要固定的這個地方 因為它本來是三個在一起 好 那有一點點中間的那個比較凸出來 比較高 所以它是有一點點幅度 那我們稍微把它用工具把它壓扁一點點 然後再把這個別針放進來 我們將這個 金固定在金屬 在別針上面 剪針上面的這個金屬線 握在剩下的那個胸針的那個金屬線的 跟它們握在一起 再拿一條金屬線 大概20公分左右 由這個右側的洞進去 然後一樣就是把它握在手上 再穿過左側的洞 這樣子是不是兩個洞都再加了一條新的金屬線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利用這支金屬線來做固定 那我們現在要來利用這支金屬線來做固定 好 按一下它的那個 來 不要 不要有摺角 否則這個 線會容易斷掉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將第二條線已經穿過兩個洞了 要來固定 那第一條線握在手上 那這時候我們要來固定的時候 我們要穿到這個花的正面去 再繞回來 那繞回來的同時 我們來繞過這個羽毛 一個羽毛 讓它有一個支撐點 那不要卡到珠子 不要卡到任何的珠子 再回到這個 回到這個胸針的右側的洞 我們一樣把它往外面 往這個胸針的這邊穿出來 就是想辦法把這個胸針固定上去 好 那 一定要找一個支撐點 否則你在那邊繞的話 它們有一個支撐點 好 那在這個繞的時候 特別注意不要再去 卡到那個珠子 好 那這樣子 我們右側有稍微的固定 那這樣子不夠 我們要再繼續繞一下 再繞一下這邊 那我們一樣這邊就是 等一下繞到左側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樣來前進這個羽毛中間 就是中間跟左側的羽毛的中間 這個縫縫下來 那一樣不要卡到任何的珠子 那這一次我們來 從右這個上 由上到下把它穿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 所以一邊是由上往下 一邊是由下往上的 把這個別針 再把它固定一下 好 那一樣這個線都不要扭到 繞到前面來 就重複在這邊繞幾次 好 那你也可以多做幾次這個 補牆的動作 像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 背面的那個面積很小 所以基本上我會重複做幾次 這個上下綁牆的動作 比較牢固一點點 好 那剛才這一側 右側來講 我們已經有 綁 上面的這一段 那我現在就會再回到這個 正面的時候 由羽毛的兩個羽毛中間下來 然後由上往下 穿過這一個 右側的洞 不一定要照我的方式來做 你只要覺得你有把這個 胸針固定好就好 那因為 右側我們已經 上下洞都有固定了 那我們再來固定左側的洞 這是我們剛才剪掉的線 然後等一下再瘦 可是你在做的時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這裡 我們一樣要來 穿這一個洞 等於是再把它卡一次 好 這樣它的力道 才會比較平均一點點 那一樣就是 線要稍微的 我們可以拿個牙籤 或是什麼 竹籤之類的 好 稍微 卡在這個中間 再來 拉 剛才那一條線 因為你如果 萬一你拉的時候 那個有折角的時候 你就會拉不動 那我們就是 已經確定都OK了 再把這一條 這個竹籤拉出來 好 拉緊 它就會緊了 所以這樣子 基本上 是已經 可以說是 已經 熬固了 好 這樣子 不會搖動 好 那我們就是想辦法的 把它固定好 因為它有 可能會有左右晃動的問題 那接下來 我們要把這個尾端來做一個結束 那我們可以用剩下的線 先慢慢的纏繞過去 像這個有 比較短 翹起來的這個 我們就把它包覆在這個 裡面 不要外露 那我們再用剩下的線去做纏繞 那你也可以就是這個線 稍微的 因為剛才有一邊是比較 繞的圈數比較少 我們稍微繞一下 讓它 這樣子順著下來 那另外一條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取另外一條線來做固定 最後結束的地方 那因為等一下這個我們尾端這個不要的 我們就把它剪掉 我們不需要留那麼長 不需要 那我們剪斜的 這個我們不要讓它 那麼長 我們讓它比其他的短一點點 留這個長的跟 這都把它剪斜斜的 稍微這樣子 留一點點的尾巴 一點點就好 這樣子 這樣子打包 好 那我們另外拿金屬線要來做結束的動作 那因為我是右撇子 所以我會把花握在我的左手邊 然後再用這個線來做纏繞的動作 我一樣有尾端進來 然後把線固定上來 因為這樣子的方向我會卡到那個珠子 所以我可能就換個方向 這樣的方向來做纏繞 那繞的時候呢 在這個結束之前這一段 我們可能都要比較密集一點點的來做纏繞的動作 然後要確實的有拉緊 因為如果你沒有拉緊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有像這樣子鬆鬆的感覺 那這樣就不夠漂亮 那像這個我們可能是在前面繞的時候 它繞得不夠緊 就會這樣子鬆鬆的感覺 那個我們乾脆就不要了 因為它鼓起來了 那個就是最後纏繞的部分了 所以無所謂 那我不要讓我的那個尾巴流那麼長 所以我等一下要先結束 我不要這麼慘 因為在正面就會看到那個尾巴太長不好看 所以我可能不想要那麼長 就要把它稍微收一下 我要讓它早一點結束 所以我這個 就從前面就開始修 打薄 打薄的地方抬高 提高 提高來做打薄的動作 間斜的 現在要來做結束的動作了 那我有稍微把它做了一個打薄的動作 然後將新線加進來 由尾段加進來 由尾段加進來 從上面的地方開始繞 要確實的拉近 那因為這個要做結束的動作了 所以我要做的比較 纏繞的比較密合一點點 不可以太細疏 不可以太細疏 因為這個都有可能有 那個結束的線 像這個 翹起來的整個都會刺到 所以我們就稍微把它炫一下 炫一下 再來做 纏繞的動作 那這個尾段的地方 我們因為要讓它收回來 所以我們要這樣子 往內折上來 把它折上來 再繼續纏繞 再繼續纏繞 這個地方我們要折上來的這個地方 可能要更密集一點點 才不會那個地方 將來會刺 刺刺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再重複的繞一下 那從外面再纏繞回來 要摸看看有沒有哪裡刺刺的感覺 如果有刺刺的 你可能就要稍微再稍微做個纏繞 那最後這個線 我們要把它收到這個 別針跟那個 花的中間 那我們可以稍微留有一點點的長度 再把它藏進去 藏到這個中間去 我們可以稍微留有一點點的長度 我們可以稍微留有一點點的長度 然後再把這個線剪掉 然後再把這個線剪掉 剪的時候盡量是讓它就是剛好藏在那個線頭出來的那個地方 然後貼著綠 盡量不要影響到你穿戴的時候刺到手 我們再來稍微把這個花的生態調整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比較醜 所以我會讓它就是 花是垂直上來 蓋住這邊 蓋住這個 蓋住這個蟲的地方 讓它垂上來 然後再把這個呢 調整一下 裝飾組也是一樣 調整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在做的時候 組合的時候 它已經被我們 弄到有一點點 離開它本來的位置 然後把它別在衣服上 然後把它別在衣服上 像這樣子 就是一朵胸花 配戴時 我要是這樣子的效果 不是配戴在衣服上的時候 是羽毛朝向 那這個羽毛的角度 就可以隨你自己的喜歡去做調整